哈囉大家晚安 我這邊是晚上 講得很像是我在國外 昨天其實我就已經把 這一段影片都錄好了 可是我剛剛聽了一下 我覺得 講得好像沒有很好 我覺得沒有把 我真正的意思講到 所以 即使錄了一個小時 但我把它全部刪掉了 我重來 這個影片 這幾個影片 我想要跟你們聊的是 在課程開始的時候 我希望你跟我 我們都要做好 怎麼樣子的準備 那 說真的 我做了到目前是半年 那這半年我也一直在 思考說 我要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要如何才能讓 每一個孩子都 對自己有所期待 那 說真的不容易 因為 我不認識你 你不認識我 那 應該說 我沒有看過你 你沒有看過我 那我很難去打動你的心 然後讓你知道 我真的是為你好 或者是讓 你知道 你現在要 努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我也一直在想 我要怎麼做 怎麼做 OK 所以 先有這個影片 讓你們了解一下 我在想什麼 還有你 要做什麼 OK 所以 課前準備 聊聊一些小小故事 然後跟你們分享一下 OK 第一個 線上課程我以前就 買過了 我在2016年跟2017年的時候 有買了 高中數學的課程 那時候我自己想要 溫習一下高中數學的課程 所以我就買了 兩年吧 我買的時候會覺得 嗯 我一定會認真看 我有沒有認真看 我確實有認真看 那時候的線上課程是長怎樣 其實就是老師在補習班上課 然後 旁邊一台攝影機把它錄起來 然後你就看到老師在那邊 一邊上課 一邊寫黑板 然後下面的學生 下面有做學生 那我們就把那些課程 錄一錄 然後包裝起來 然後賣給 線上課程 所以 對我來講沒差啊 反正 這線上課程 我就是這樣看嘛 那一個影片可能兩三個小時 然後 中間也有停頓 因為那不是專程錄 不像我一個影片 一個影片分開 比較好消化 那是一個大影片 那 OK 每個老師當然都很厲害 那老師也很厲害 但 我發現那課程 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點 當我不會怎麼辦 我要寫題目的時候 我根本不懂 我要怎麼辦 我沒有人可以問 然後你知道很妙哦 他有一個 我要提問的按鈕 然後你就按下去之後呢 就會出現一個框框 然後把你要的數學問題 打字打在上面 我的媽 如果圖形怎麼辦 所以那個系統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很莫名其妙 就 我要問數學問題 然後說請你把題目輸入進去哦 然後問完之後可能過個五六天 會有一個老師會回你 那當然那個老師不是授課老師 就是 可能是請的大學的小老師 工讀生 也就是一開始還在學習的 那當然他們有時候會回答得非常漂亮 但問題是 這不是我要的方式 我覺得這樣根本沒有溫度 所以那時候我對線上課程 其實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存理 就是說這個誰會看啊 OK 所以 但我覺得線上課程是必要的 因為到後來我發現 孩子的程度越來 差異越來越大 唯有這樣子的課程 才能讓每一個不同程度的孩子 有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學習 節奏 跟模式 所以我在五年前吧 六年前 我就開始 自己錄影片 然後傳上去 一方面是希望看有沒有誰要看 從兩百多個訂閱者 然後到現在有突破七千了 但說真的 沒有任何一個收入 我完全沒有任何一點點的收入 完全不會有 因為我也沒有開營收 那有開了應該也沒有幾塊錢 但 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讓每一個需要的孩子 有一個學習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看我的影片 來做你的加強 那這個是我一開始做影片的初衷 所以 線上課程 他確實有他的方法 有他好用的地方 畢竟你們不用出門 對不對 你們不用 麻煩爸爸媽媽 就是要載你來來去去的 其實很辛苦 因為有時候你們是在車上吃完晚餐的 對不對 所以當你 呃 吃完晚餐 然後快點趕 趕到現場6點 然後6點上到9點 然後回到家洗個澡 弄一弄 10點了 然後還要寫作業 老實說我自己也覺得這樣子真的很辛苦 因為 我看到我補習班的孩子是這樣子的 我也覺得他們這樣很累 但 呃 當然各有各的好處啦 實體補習班跟線上課程都各有各的好處 所以我從來沒有講過誰好誰不好 但如果你可以 或者是說 我盡量把我的課程做得更完整一點 讓你們 可以呃 有不一樣的學習方式 可是學習的效率是 不輸給 實體補習班的 這是我現在在努力 我每一天 無時無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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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想的事情 所以 這半年來 我也檢討了一些事情 也 呃 想要調整了一些事情 那 現在的最大改變就是 先讓你們知道說 相信我 我入每一個影片都非常非常的認真 我對你們的 呃 回覆 或者是對你們的關心也是真的 因為 我喜歡這個工作 我喜歡 教學 我喜歡 跟孩子聊話 跟你們 呃 看到你們有成就感的那個樣子 那其實是每一個老師很喜歡的一個 氛圍 就是看到你說 啊 對我會了 然後 原來我自己可以耶 我從來沒有考過 100 結果我 這一次我竟然考了全班最高 我們每每看到這樣子的 回饋 都會非常非常開心 所以 雖然我那時候體會的線上課程不漂亮 但 我努力去改變它的缺點 然後讓我的線上課程 更有溫度 當然我還在努力 那 你們也跟著我一起見證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一直在一起在努力的學習改變 然後改變學習 就是讓我們的學習習慣 有不一樣的方式 但是我們要達到更好更好的效果 這是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情 第二個部分我會希望的是你一定要珍惜每一次的學習機會 不要浪費了這些金錢 呃 我現在上課的這個的班上啊 有一個三胞胎 男生 那你知道三胞胎在實體課上課 一次繳半年 你知道要繳多少嗎 要繳三萬多塊 因為一個月要兩千多嘛 那乘以三再乘以六 所以你看他們一次要繳三萬多塊 就光一顆數學喔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們那個 費用我其實真的是蠻心痛的啊 就是覺得哇好貴 真的是好貴 但 對不起我不是老闆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任何的決定 那 但是你知道 每一個錢 其實都是 就是 你爸爸媽媽辛苦賺的 所以我希望的就是你們要去努力 呃 珍惜 然後把這些東西課程學好 不要浪費 知道嗎 就是不要浪費 這個課程 我網路上看到的 會考包全科 也就是國三生在讀的 你看 這樣子的課程 線上課程喔 就五萬元 那貴不貴 還有更貴的 因為我有看過家長 從國一 買到國三 一次要買三年的線上課程 然後 整個三年 各課都有 十幾萬的 所以其實這個也有家長在買 不管他今天的收入是多少 只要他負擔得起 或者是 他稍微捏一下 讓自己辛苦一點 他們還是會願意把這些課程 交到你的手上 因為他會覺得 嗯 只要你能成長 只要你能改變 他就願意 你知道這就是爸爸媽媽 那 你們呢 你們只會反過來說 你們都不用讀書 那我問你 你們要工作嗎 對不對 我希望你們更珍惜 自己現在的 幸福 這是我想要講的 第三個部分 我想要跟你們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 冰塊 我在一本書上看到的 但我覺得他寫得很棒 也解決了我自己的困擾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奇怪我怎麼努力 我好像都沒有任何的成長 那 這本書上面是這樣講 你去想喔 你在一個房間裡面 這個房間現在叫 零下10度C 負10度C 那桌上呢 有一個冰塊 好 桌上有一個冰塊 那我今天讓我溫度慢慢升高 負10 負9 負8 負7 一直到 負1 請問你 溫度慢慢增加 但冰塊有沒有任何的改變 沒有啊 對不對 冰塊還是不會融化 所以 當你負1度到0度 到1度之後呢 你發現什麼了 冰塊開始融化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說 前面這一段期間 根本沒有任何任何的變化 這就像什麼 這就像你在讀書一開始的數學 努力讀 努力算 你發現你的成績還是沒有上去 但你能不能放棄 不行 因為其實你在做一個動作了 你在能量累積 我把我自己把剛剛那個框框稱為能量累積 就是 從負10到0度的這過程中 其實你們一點一點一滴在累積 那當有一天你突破了 你開竅了 相信我 你的成績就出來了 但 請你在這之前 不要放棄 當然你的方法也要對 你不要想說 老實講的我都有抄下來啊 然後 有錯的我都有看完了啊 數學不是用看的 是用算的 不會就是問 不就是這樣而已嗎 你們的方法絕對都知道 只是你要不要做 就像 比大小 你只要兩秒你就可以寫完五題的比大小 有人要兩分鐘才能寫完五題的比大小 因為他們都是算出答案然後再去比 你就憑感覺去比 然後比完之後就說我初心 這就是不對的學習方式 所以 當你的學習方式是對的 而且你也很努力 你也很願意 相信我 你在能量累積 不要放棄 所以 永遠記得當你自己有一點瓶頸 就奇怪我怎麼還沒有突破 跟自己說 好 現在的冰塊還沒融化 但我一直努力 我相信它會融化的 OK 這是我想要跟你講的 所以 我們現在在做的這些事情 說真的 對我來講 我不把它當成是一個課程 我一直覺得我現在給你們的東西 是一個養成 我們在養成一個自律的學習習慣 我們在養成一個對自己有規劃的學習習慣 因為這才是我們帶得上去的 你知道嗎 我們可以帶著成長的習慣 對不對 數學100 數學80 數學70 老師說 對你以後十年後來講 沒有任何任何的改變 可是如果你能讓自己的學習態度 一直都是好的 一直都是正面的 一直都是努力的 那有時候你可能這一次考個五六十 但下一次你考八九十 你知道嗎 這些對你來講是一個好處 就是 好事 就是你今天五六十 然後你就開始去思考說 奇怪我怎麼會考這麼差呢 那我到底哪邊出了錯誤 然後就 開始去找問題 然後開始去請教別人 然後找出了那個問題之後 好 你終於找到問題點了 然後調整它改變它 然後讓你自己的成績 上去了 所以我問你 你回頭去看 你這五六十其實不是壞事情 好 當然你不能一直五六十啦 不能一直五六十 然後說喔 我要努力我下次會更好 沒有沒有 那完全不一樣 賣 別鬧啊 讓自己更好一點 但是那個態度要養出來 因為我們在做的是一個養成的習慣 讓你的程度更正 讓你自己的學習習慣更主動 更為自己想一點 OK 所以最後 我有給你們這樣子一張課表 希望你把你每一個禮拜會 看我影片的時間 記錄在上面 那時間一到 就真的坐在書桌前 或者是坐在電腦桌前 開始看影片 看完影片 自己低著頭寫看看 真的不行再抬頭 不要抄下來 那我沒有講到的題目 就是你要自己練習的 如果你自己練習完之後 不太會 真的不會 或者是寫完錯了 不知道怎麼辦 好 你也可以問我 或者你也可以先看一下解答 如果他有詳解的話 自己去 學習 讀書 學習如何工作 懂嗎 OK 所以 再跟你講一件事 就是 我希望你們可以做好 做好120分的準備 我今天時間沒有那麼多 沒有辦法跟你講120分的故事 可是我希望你們做好120分的準備 即使你今天真的失場了 那我們還能有100分的水準 100分的表現 OK 所以 讓自己更好 我覺得那是對自己的一個基本 基本的負責任 最後 我希望你們對自己有期待 就像我對我自己真的有期待一樣 我對我的期待是什麼 我能讓我在 我可以 希望我能 影響到更多的孩子 我能讓更多的孩子 雖然說我沒有見過你 可是你會因為我的這個課程 而更有成就感 而真的喜歡上數學 而真的對自己的每一個科目 都有一個目標跟一個想法了 這是我對我自己的期待 因為我喜歡這一個工作 所以我會努力做好這個工作 我也會在這個工作上獲得我 該要有想要有的成就感 你呢 你也要對自己有期待 對自己的期待是什麼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我可能期待我自己可以80分 我期待我可以90分 我期待我可以考贏 每一次都嗆我的那一個同學 每一個期待都是你的動力 OK 下個禮拜 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但不要放棄 不要浪費 我們要一起改變這些事情 加油